大家好,今天星期我們講一下處理立法會真空期的問題 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議會成年都不用開工 真空期內又審批不到財政預算案和施政報告 整個社會要怎樣運作呢? 對於這段真空期,社會都不斷討論這些方案出來 主要是希望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法律上怎樣做才是最合適 二是剛剛被DQ了參選之間的四位議員要怎樣安排 政圈傳出的主流方案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立時立法會或看守立法會 避免將立法會的任期由四年變五年 違反了《基本法》第69條 至於DQ議員方面,各有各講 有人建議應該被全部現屆立法會議員一起延期 重新宣誓去就任,包括四位被DQ的議員 不過選舉主任不相信四位可以做到宣誓所說的 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也有人認為應該委任現在所有議員 但不包括四位被DQ的議員 而這四個空缺應該由政府在過往的議會 或是社會現達人士當中挑選來做替武器 不過無論如何,全國人大常委會 星期六一連四日會開會商討這個局面 相信很快就會有決定 說回疫情,最近經常聽到內地核酸檢測的支援隊 為何他們要到第三波疫情才來到香港呢? 本地這波疫情近乎失控 很多隱形患者不知道自己中了招 主要原因是香港整體的病毒檢測量都是偏低 應付不了整個防控需求 於是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請求協助 國家衛健委派了人來支援核酸檢測 亦會有隊伍幫助香港興建方艙醫院 最近在電視上經常見到的七位是支援隊的先遣隊員 整支支援隊大約有60人 分別來自廣東省二十多間不同公立醫院 和在香港的內地檢測機構合作 希望每日做到10至20萬的檢測量 有人擔心內地和香港整個醫療體系 應可準則都不同 又怕內地醫護不懂英文 看不明白香港的醫療和發言報告 其實根據第599章 預防及執病控制條例 特首和行會是可以委派任何合資格的人 以醫療和專業衛生人員的身份來香港做事 所以支援隊來得香港 他們就要根據香港的相關法律框架之外去行事 以及入得這團隊的醫護人員 除了認識英文看得明白的報告之外 大部分都認識廣東話 可以與香港的醫護溝通 其實別人在國內都是技術骨幹 說到無謂了 內地支援隊已經來到香港 由上星期開始 由黃大仙派發樣本樽去檢驗 大部分市民排了長路 到底這波疫情何時才能真正受控呢? 我們拭目以待吧!